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计划最早于今星期 批准经过更新的新冠疫苗 已应对近两年来国内下季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有消息人士称 此次将获批的是Pfizer和Moderna 针对变异株Kp.2的mRNA疫苗 比去年9月11日FDA批准的更新疫苗提前数个星期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通过污水监测发现 目前全国各州的污水中新冠病毒的含量非常高 另外住院率和死亡率也有所上升 但远未达到前几年的水平 专家表示 疫情爆发受到免疫力下降和新毒株的双重影响 目前国内流行的主要变异株 在Kp.3.1.1 过去两个星期改变 二猪占所有病例的百分之37